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10匹走位让我真的是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且这个距离喷子就算喷中也不一定喷死 那我们就切换着98k把它给带走 而且这个里面刚才还有一个脚步声呢 我们准备冲进去找一找它的位置 它是在一楼来到二楼的楼梯口 我们这里再次喷一下 连续两喷把它喷死 看来这个686在我手里面一枪喷死还是有点难度的 继续搜一下物资 捡到了一把信号枪 并且与此同时我的队伍是捡到了两把信号枪 我在机场已经好久没有感受到这么富裕了 现在三个枪烧枪同时升起 那自然相对的也会有三个超级空头迎面而下 哇 这种感觉非常舒服 我现在是一个二级头一级甲 可以说是一个小屌丝 但是我们捡完超级空头之后 瞬间变成土豪了 什么大波罗呀狗杂呀全部都有了 我们来是扛着枪看一下前面的一个空头处 有人也想潜空头啊 也想变成高福帅 但是我们这个大波罗趴射 根本不会放过你好吧 这个大波罗四倍镜扫射还是比较抖的 所以我们就趴着射击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山坡 队友跟对面的话是在正面的冲突 我们从侧面偷一下侧身 先击倒一个 而且另外的队友也是看到了他了 就是再跟他对一下枪 好像周围没有其他的一个对手了 应该就这两个人 我们就可以补掉因为这里不是安全区 我们要进入下个安全区内了 来到安全区的一个防区啊 看一下这个位置 前方炮楼是有人在跑的 而且是两个 先击倒一个 另外一个也是把他给打成了一个残血 但是这个时候就很扫兴了 怎么侧面还有人在打我 应该是这个大舱里面 刚才是趁我在打原点的时候开始骚扰我 我们看他也想出来丢一下手雷 但是他丢完手雷的同时 还没进去就被我给带走了 不过他丢手雷的方向是丢向我们这边的 队友就一点无辜的被炸倒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前面 海派田上还有两个在跑毒的 应该是也要到安全区内 这里他们应该离我们非常近了 服队友肯定是不太可能的了 这种时候不要再一面跟对方打 一定要这边打下那边打下 导致对方的一个预秒点会出现失误 这里再看一下 好像有个人已经跑到我们近点脸上了 再卡下视角看一眼 他已经贴到我们近点 准备跟他推一下枪闪人出去 把他给放倒 让另外一个人在一个稍微远一点的距离 也是再往前跑 他这个时候是把我队友给补掉了 就趁他补掉人收枪的一瞬间 我们再冲出去把他给突掉 就是一个时间差 OK每天更新精彩好玩的视频 小动画关注一下 拜拜 拜拜